一张松鼠的照片夺得了今年去为动物摄影奖科梅迪怀尔德夫菲托格拉菲阿华兹总冠军 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玛丽麦高恩 玛丽麦高恩从数千入围者中脱颖而出 凭借这张名为现场捕捉的照片获奖 其他入围的照片还包括一只捂着脸的熊 一头微笑的鲨鱼以及一只看起来像是穿着芭蕾舞群的犀牛 以下是让人忍俊不禁的获奖和入围照片 来猜猜动物们的所思所想吧 野生动物趣味奖将发布一本新书 支持动物权力组织生儿自由基金会 博恩福里福朗达身的慈善活动 照片小弟 只能打开 少年 大乐 大乐 写